紐約會客室由Chase贊助播出 歡迎走進由Chase贊助播出的紐約會客室 今天的嘉賓是紐約大學的訪問學者楊希 楊希在來紐約之前是在西安音樂學院當老師 然後去年的時候來紐約大學訪學 為期一年的時間 現在眼看訪學就要結束了 心情如何 說實話 有一點傷感 因為紐約這個城市非常地特別 你就算你來兩年 三年 在我自己的感覺當中 每一天都是新的 新的 所以你好像我現在感覺我自己剛剛來 然後我記得我來了三年的時候 也就是我剛剛念完研究生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我覺得我來了沒多久 是吧 就是哪怕是到第三年 我都依然覺得很新鮮 就是 就是它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 你可干的事情太多 對 而且尤其喜歡文化藝術的話 是 我就特別捨不得 您知道嗎 唐老師 我剛剛來紐約的時候就去大都惠博物館去看 我太驚訝了 我說為什麼美國這個地方好像非常地強大 雖然他們之前掠奪的那些藝術的作品和財富寶貝 可能這個過程讓人覺得並不是那麼好 可是在這個城市裡 你看到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東西 尤其你會覺得這個它的內在的東西非常地強大 其實我剛來紐約的時候 包括去時代廣場什麼的 你會覺得 尤其是在地鐵 你會覺得好髒 好破呀 紐約也就這個樣子了 這是一種表面上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你每天去接觸它的藝術 去走入它更多的這個內在的東西 你會覺得它有很多魅力所在 我覺得我來紐約的時候跟你的感觸差不多 就是我記得我的第一個暑假 是在大都惠博物館度過的 每天去 每天去 我辦了一張年卡 然後那個時候怎麼說 就是雖然就是可能它的東西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大都惠博物館的歷史 它其實是很多這種有威望的人 捐贈的 對 而且到最後它每個星期五的下午 它是免費對公眾開放 無論你有沒有錢 而且它是以這種捐贈的形式買門票 就是不論貧窮還是富有 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都有權利享受藝術 你都可以去看 這個可能是真的讓人覺得 這個城市那麼不一樣的地方 是共享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人類的財富 是人類的共同的財富 當然也許我剛才說的那個有一點出入 可是因為有好多不同的這個途徑 在說這個大都惠博物館的這個來源 所以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這個我還應該再嚴謹一點 沒有沒有 有一種說法是捐贈 有一種說法是掠奪 至於是捐贈和掠奪 我們就先不去考究 就是說它最根本的東西 就是我們能看到這個人類藝術的精華 我覺得人可能一輩子 可能大部分人活不過一百歲 八九十歲 現在如果好的話醫療條件 可是你進去發現那些藝術作品 可能幾千年 永遠的留在我們的人類的長河當中 你就特別的看到那些作品 你就會感動 你在紐約也留下了你的藝術作品 謝謝 謝謝 剛剛完成了這個歌劇的演出 然後這場歌劇其實挺重要的 因為首先它的製作團隊非常的強大 另外你又是紐約大學歷史上 第一位出演歌劇的中國學者 我的導師是這麼講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進行過考證 但是我的導師叫 中國學生可能有 華裔學生可能有 但是可能是像你 訪問學者 應該是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對 是的 他跟我說你是唯一一個中國的訪問學者 能出演歌劇的 我非常感謝我的教授 他是Dr. John Gilbert 他是格萊美的評委 他邀請我來這裡 有這樣一年的經歷 我覺得我特別特別的幸運 其實說到這個演這個歌劇 我覺得真的是這個無心插柳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教授 可能他是在去年的我想想大概是11月份 大概10或者11月份去到北京大學去訪問 那麼他回來之後 因為我在上他的一個課程 我就想他剛剛從北京回來 我的課程當中我們有那種 藝術展示每個人都有 那我想我給他唱一個那個 這個故鄉是北京 讓他再去回味一下 在北京的那種感覺 他就發現 你的歌也不錯 然後過了 因為你學了7年的這個生樂專業 在這個西安樂學院 對 隨後才這個留校任教的 對我是那個生樂專業 這個生樂系畢業的學的美生 是7年的專業的訓練 本科到研究生 本科到研究生 然後呢 所以他看到我的演唱之後 有一天他給我發信息 我剛好在圖書館 他說 你有沒有興趣演一部歌劇 我當時 我說好 連想都沒有想 也沒有想這部歌劇究竟是什麼樣子 我需要準備多久 什麼都沒想 我說好 我就發了一個好 他說你現在哪裡 我說圖書館 那你來我辦公室一下 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 他說 他說那個 有一部歌劇 馬上就要演出 還有二十幾天的時間 還有二十幾天 這也太困難了 你能想像嗎 演一部歌劇 我說 是什麼樣的一部歌劇 他說到現在 我還沒有拿到骨子 他也沒有 他只是給我一個 那個文字的版本 但是實際上 那個樂譜什麼的 還沒有拿到 而第二天 過兩三天 我就要去 波士頓參加一個 全美的這個 對外教學 外文教學的會議 所以我只有十九天的時間 去準備整個一場歌劇 說實話 我當時跟他說 我說 教授我可能想放棄 因為這是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可能完成的 他說 No 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 我不知道他哪來的 那麼強大的判斷力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對我這麼的信任 但是我當時 我就覺得如果 假如一個人對你 那麼那麼的信任 那你就不能去放棄 不能讓他失望 絕對不能讓他失望 而且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在人的這個成長過程中 人的人生道路上 你遇到薄落其實是 也容易也挺難的 尤其是像這樣的薄落 他沒有看過你 以往的演出 只聽你唱過一首歌 而且是中文歌 中文歌 他根本聽不懂 他就感覺那個氣氛 所以他的這種堅持 而且對於他來講 他是這個歌劇的藝術總監 那麼他就掌握著整部 歌劇的藝術的水準 他來選我做女主角 我是剛剛來到 那個時候 我剛剛來到紐約 一個月的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吧 所以他感動了我 我覺得 我的就是 突然有一個人 那麼信任你 你就不能讓他失望 所以我最後 我就硬著頭 我說一定要完成他 不管他結果怎麼樣 我就所有的事情 都排除掉了 我就全部精力 就放在這部歌劇 對 而且這部歌劇是演了兩次 一共是六次公演 六場 六場公演 對 第一次是在外百老會 那個街上 有一個叫醫學劇院 一個小一點的試驗信的 說到這部歌劇 其實當時我有很多的感觸 因為我覺得美國人特別大膽 你知道為什麼嗎 首先他只給我十九天的時間 這就是一個大膽 對 然後呢 對於這部歌劇來講 只有我是 因為我是演了兩個 這個歌劇當中的兩個角色 一個是這個老蜗女 再一個是這個蒂姆 Gaia的一個角色 那只有我這個蒂姆 Gaia的角色是有旋律的 我的泳灘調是有旋律的 其他所有人的這個音樂 都是即興延長 因為作曲家只是有一個 基本的音樂鋪點 它就像一個伴奏一樣 然後所有人根據那個歌詞 你即興去隨意的發揮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衝擊力 我從來沒有想過 你是一部正規的歌劇 你可以現場隨意去發揮 我覺得美國人的這種創造力 其實挺讓我這個 顛覆我以往的這種 傳統的觀念和理念 而且它不僅是我們 這些演唱者和表演者 是即興的 包括樂隊 它有的時候加入一個小提琴 有的時候加入琵琶 還有時候加入那個日本的 一種很傳統的樂器 我有點不太記得 它那個樂器叫什麼 因為它每次都換 所以我就覺得 雖然演了六場 但是每一場都是不同的 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 你可以隨意發揮 你可以去用 你今天想要去注入它 一個精神 你就注入它 另外一天 比如說我們是第二場 和第四場 在紐約大學去演的 我覺得其實挺難得的 因為紐大還是在美國 還是排名 比較靠前的一個大學 然後那個我們那個 演出的劇院 也挺好聽的那個 很好玩 叫黑盒子劇院 也許您去過 去過 是吧 而且那個劇院很小 然後我的那個 挺有意思的 我的站位永遠不知道在哪 為什麼呢 它那個舞台是 這邊有觀眾 這邊有觀眾 你要對著的是 中間沒有觀眾的地方 然後你一會兒要看這邊 一會兒要看那邊 對我來說是一種學習 因為你要知道 怎麼去走位 這些經驗 和原來你在中國的經驗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首先我坦白地講 其實在我畢業之後 我沒有完全從事 這個聲樂演唱的工作 而是去做教學 一個是做這個 藝術管理當中的 音樂傳播這部分 因為我在電台 有七年的廣播的節目 所以我們學校 有一個藝術管理 這樣的一個專業 這次來 學校也是派我 取這個 紐約大學好的 藝術管理的經驗 因為紐約大學的 藝術管理的這個排名 在全美還是比較靠前的 我們希望也建設 我們的學科建設 而且因為Lady Gaga 所以紐約大學的這個 藝術系是很火的 對對對Lady Gaga 也非常火 不光是這個Lady Gaga 那中國然後 因為胡歌同志要來 也非常非常的 就是開始關注 李安導演啊 李安導演 是在T10 也是T10學院畢業的 對 其實說到李安導演 我剛才來紐約 她的那部新的電影 叫做什麼 我不大記得 我見過她 然後她在我身邊 就是因為影展嘛 過去我就 李安導演 那種儒雅 我就覺得 非常深刻的那種印象 因為做一個大導演 她特別特別的 安靜的那種人 我就在想啊 哇 所以要學習這樣的 大的藝術家的這種 為人 包括他們的這個 藝術上 獨到的堅持 執著 和他們在底下 所付出的那種 艱辛的努力 可能舞台上 只有那麼很短的一瞬 可是在底下的這種 堅持 還有這種 孤獨感 可能要自己去承受嘛 所以我看到她的那一瞬間 好像突然明白了點什麼 就是剛剛來紐約一個月 這就回到我們剛開始說的那話 紐約永遠是新鮮的 永遠是新鮮的 而且你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 接下這個歌劇 出演不但是女主角 同時還扮演了一個老渦女 對吧 對 因為這是關於這個 樂戰題材的一部歌劇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 即興的演出 對 所以這集中 這其中你付出的這個 努力和艱辛 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我們把更多的話題 留到下面再說 好的好的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紐約會客室 楊希寅 關於你出演的這一部叫 礦叫什麼 這個川礦石湖平原 天啊 因為我看它的英文 對 很好念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文 它多了一個川礦 對 這個從何而來 這個就是老渦的一個平原 平原 對 它叫川礦 是 它可能當地是不是這麼翻譯比較好 但是翻譯到英文 就是另外一種很簡潔的理解 對 只要美國人知道就知道 對 對 對 是的 這部歌劇 我覺得我最後演 Gaia的時候 我都變成它了 您知道嗎 譚老師 因為 一部歌劇有它自己的靈魂 我覺得這部歌劇的靈魂 就是維護世界和平向善的 因為我們知道 越南戰爭它的損害 無論對越南 它是在美國這個引起的反響 大家都覺得 這不是一個完全那麼那麼正義的一個戰爭 對吧 所以在美國也掀起了一陣反越的思潮 那麼我們演的這部歌劇 不是反映在越南的主戰場 而是在老渦 它是有一個分戰場是不斷地在轟炸 那我曾經看過一些紀錄片 到現在其實這個戰爭所殘留的那些 化學的那種反應 其實對老渦和越南人還是一種災難 他們想起來都是一種 沒辦法去回憶 我覺得那是很痛的一段經歷 所以這個我的這個形象Gaia 它是一個神的形象 我們一邊看照片一邊聊 來導播我們簽一下這個現場的圖片 對那你也來跟我們說一說 好 這個是我們第二次在紐約大學出演的時候的形象 對這是第一次 您看到後面那個布景 其實都是這個電腦做上去的 然後在這個 對這是作曲家 對我這個 所以這就是Gaia的形象嗎 對您看 這個黑人所扮演的是肯尼迪總統 這個我的手您看已經掀起來了 這個手是想要在他的眼前畫下來 是要結束他的生命 一種象徵意義的結束他的生命 因為它發動了越南戰爭 然後讓很多人這個失去了生命 甚至在老渦的這個生靈塗炭到現在都 就很難抹灭掉這種 對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這個醫學劇院演 您看上頭那個尖角 那其實是一個形象的設計 是正像炸彈 炸彈不斷的投射 我覺得也像飛機 對 也像飛行器 對我坐在那裡 然後 對這是Gaia 最後一首泳炭調 您看他那個我們這個帽子 其實也就是一個象徵意義的 一個神的形象的感覺 因為我的帽子在地上 是白色的 一個蒂姆嘎亞的形象 這個是我們在紐約大學上課的時候 即興的舞蹈表演 所以其實 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春晚 對 對 您看我看到我這個帽子的這個形象 對這個是歌劇的 我們來聽一段好的 好 來導播我們切一下 好的 在我中心的歌曲 對 我來聽到的好有別人 在我中心的歌跳 你永远是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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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通过这一次演出 你觉得美国的这种 和美国音乐人合作的经验 包括在课堂上 和同学学习的经验 你看到的美国在音乐教育上 或者它的整个音乐氛围 和中国相比 它有哪些不一样 我觉得首先 我刚刚讲到了一个 就是在整个歌剧的创作上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创新意识的 他们很大胆 他们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去尝试 就像是做饭一样 他们准备了好多材料 随便去用任何的材料 当然它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也是有一点的规矩 我觉得这个来说 对我是一个冲击力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科技上 运用的这种手段 也是比较 好像是对它 中国现在科技也非常非常的发达 那它也融会在一起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 像他们那么大胆地 去融合各种元素 那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值得 去推荐的 这么一个艺术的创作的手段 那我觉得还有就是 他们对于艺术作品的创作来讲 它好像不去特别地规定你属于哪种的范围 比如说其实这部歌剧也算是室内的歌剧 也算是也有点像音乐剧 比如说唱法上 我没有完全按照音乐剧的这种唱法去唱 它不要求你去怎么唱 只要你把这部角色 内在的灵魂 你内在想要表达都表达出来 就完全可以 他们给它的定位是一部实验性的 对 实验性的这种 对 是的是这样的 最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试验 然后我流着眼泪完成了最后一幕 这个用炭调 因为它最后有一句 我特别欣赏的一句话 就是任何的事情 都有它到来的时间 唯有爱能够战胜 所有的这种仇恨 唯有爱才能让世界统一起来 维护世界和平 我觉得这也算是我对于 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这部歌曲 很适合我本身的这种性格 或者是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 所以我演它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它了 全情投入 对 我好像就是它了 我觉得特别 我觉得我是藏在 GAYA的身躯里头 表达我自己的情感 所以可能才会感动那么多观众 包括这个艺术总监 也是你的教授 因为他给了你很高的评价 对 我的教授对我评价还是有的 我相信还是比较高 但是这种高度我觉得 是对我的鼓励吧 我觉得我要按照他的 给的这个高度的目标 再去努力 那除了这个歌曲之外 虽然来美国才一年 我们说这一年时间太短了 是 都没够呢 但是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参加了很多这种文化活动 是的 还有这个学术活动是吧 对 其实作为访问学者来讲 我觉得首先 我就特别感谢国家 还有我的学校 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荣誉 我认为这是荣誉和机会 能够来到美国读书 因为这个是教育部 国家留学基金委 这个公派的 那我拿的是国家的一份 这个经济上的资助 那我就特别希望 能够多学一点 实际上学校里上课 我认为纽约是个 特别多元化的一个地方 那上课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真正的去融入 它的一个文化 如何去这个执行 它的文化现在是 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所以我大概分了几个层面 我要在学术上 还有在这个艺术的实践当中 都要有所收获 所以刚刚演了这部歌剧 还有参加了像歌大的这个春晚 其实在联合国也主持过一次 叫做这个第八届 这个文化中国 中国型的这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出 还有在林肯中心 那同时呢 我觉得还有对我来说 我感到特别荣耀的一次经历 就是我能够去哈佛大学 上了一门课 因为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 参加过一次 艺术与科学的交会 这样的一场音乐会 它虽然是音乐会 但有点也像这个 科研的这个学术活动 一共有五六年的时间吧 去到过清华大学 还有香港理工大学等等 这个包括西安很多高校去演出 就希望推荐 艺术和科学中间的一种联系 让艺术人才和科技人才 能够在各自的领域 互相的借鉴 有更多的这个学术的一个突破 我就是因为我在音乐会当中 是介绍音乐的 那么也就是说牵扯到 是一个艺术的表达吧 所以这个 所以我就给哈佛大学的 教授习信 我说因为我知道 他讲授这个 Art of Communication 沟通的艺术这个课程 他叫Timothy 然后他就给我回信 他就说 你参与个艺术与科学 你想要在舞台上 有更好的表达 我非常欢迎你来听我的课 我就太训练 我觉得特别难得 因为哈佛大学 它的课是最受欢迎的 它是同时在肯尼迪学院 还有哈佛商学院 带这个沟通的艺术的课程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还有教育学院 他的课是最受欢迎的 他只有40个人的名额 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 我当时就是抱着逝世的心态 没想到他同意了 然后我就上了大概有十几天 因为哈佛大学的课程是排得很满的 可能十几天就能完成一个轮回 所以我就接受了一个最先进的一个艺术 沟通的艺术课程的这么一个训练和培训 虽然只是旁听声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 你说 您有什么想问的 我又想问问你 就是因为访学嘛 我知道现在在中国的很多大学 都有这样的机会 那有人他可能就觉得访学是一个出去走走 看看很好的机会 是的 也有人是这个度假的心态 对 但是我觉得你是把这一年利用得很充分 而且给自己的这个目标定得很清晰 学术层面的艺术实践方面的 包括要深层次的了解 他的真正的这个普罗大众的这个文化艺术生活 是 那作为你来说 你觉得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 直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